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 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面食 蒸面条 首先准备一份熟面条 准备一块五花肉洗干净 切成厚薄均匀大概三毫米的薄片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两个番茄洗干净 剁碎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长豆角洗干净 切成五厘米左右的长条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芹菜洗干净 根部斜刀切片 尾部比较细切断就好 和豆角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把黄豆芽 准备料头 大葱斜刀切片 姜切片 然后再切丝 一起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大料 两个八角 两片香叶 一小块桂皮 准备好之后开始制作 锅收热后倒油 放入五花肉翻炒 放入五花肉翻炒 芯姜姜炒 放入生姜蒜 翻炒 面塞 後放入芹菜 豆角 继续翻炒 放入少许老抽调色 加半碗水 放大半勺盐 味精 13香 搅拌均匀 炖两分钟后放一边备用 换蒸锅 加半瓶水准备蒸面条 水烧开后打开锅盖 把面条倒入菜锅中搅拌均匀 把面条放入蒸锅中 把菜浇在面条上面烫平 盖上锅盖蒸10分钟 10分钟后即可出锅 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蒸面条制作完成 欢迎点评点赞转发收藏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